现在还有这么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偏见 穷人 就往往自制力 就不如那些个经营 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 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 你知道这个里边 你笑什么 是说起谁来了 就是你看 他实际上 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叫 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不是说 穷人的自控力 自制力就比你 这个妇人低 而是说呢 他每天忙于这个谋生 每天他 而且你知道就说 这个意志力 有一个补偿法则 你不要以为意志力 是多么高端的情操 他们就讲意志力 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 都是有极限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 你像比如送外卖的 他强撑着这个意志力 风里来雨里去 跑了这么一天 您说回家再来两下时跑步机 他就想躺着 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 就想喝瓶啤酒 喝瓶可乐 看电视就算了 没错了 我听见 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 我特别能体会 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 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 他的那种 他说 比如他开车 送我到12点 送我到家了 我说回去早点睡 他说睡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 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 冰箱里我拿瓶啤酒 看着电视 不管放的是多糟的 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消解了 我躺在山上 他说这是我一天 唯一的一个享受 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 非常焦虑 你说现在 这个女性呢 中国女性 她不是有最大的 这个身体体型 有这个焦虑吗 有啊 有这个 女人多 当然因为他无时无刻 都处在这种 这个公众形象 所造成的理想身体 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 非常痛苦 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同宿舍 有一个这个女生 然后她就很瘦嘛 她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每天 就所谓的 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 来激励自己 我不知道从哪 看了一个这个 这个减肥的骗书 说要一定要买 小一码的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 穿不进去就哭嘛 然后就每天 我现在就恨自己 对 然后每次她就 就是自虐啊 她就这个抢过来穿 她说 你看我穿比你好看 然后我就陷入 新一轮的痛苦 那是什么同学 没有 那我也说 那确实这个 觉得好看 因为所有的女性 都是同行 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 你这个peer pressure 就到了一个顶点 就每天都非常痛苦 这还不是这个 这个网上看的 网红的完美身材 给你带来的焦虑 就是你旁边 同宿舍的 她就比你瘦一点 对 我真的是挺佩服 这个女的的 因为我的印象是 女性比较馋 就爱吃 对吧 爱美食 但是呢 有一样 就是我周围的女性 我真的发现 怎么 她就不像我们 这么胖胖瘦瘦的 你比如说 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你看吴小丽也好 哥辉也好 对吧 就是小男也好 生了孩子 按说这女人生孩子会胖吧 生了孩子 没过俩月 完全跟以前一样 我就觉得这是怎么 她是得有多大的毅力 她克服这些东西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的体态 跟男性的体态 女性更不能容忍肥胖 对 男性还可以 男性我刚才在想 那个西装那东西 他害人 西装你胖点吧 他不显 还显得挺精神的 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穿西装能穿 但穿中装穿不了 中装特别怕人胖 一胖那肚子就跟球似的 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 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 所以女的一旦胖了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就说明就是 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对 就西装是能修饰身心 对对对对 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女人就不能穿西装 女人必须穿裙子 恰恰你看到是社会对男女的形态的要求不同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那些老同事 我们任时节同行 那些女主持 生完孩子一个月回来 比生孩子钱还瘦 瘦得多 那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是多不公平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 你放心这种公平你给许个回 他也不要 对我知道 但是就是恰恰是 我们社会上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 远远高于对男人身材的要求 那文道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 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其事 对吧 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总会看到一个女的 觉得她漂亮受吸引 这个是本能吧 那么好 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 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很胖的时候 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对你的吸引力吗 当然会 但是问题是 我怎么去判断 谁更有吸引力 这个框架 这个想法 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18世纪的那些欧洲油画 里面那些号称美女 你比如说18世纪 一直到16世纪 西班牙哥雅画的那些什么 脱衣的马哈 穿衣的马哈 你看那个女的胖的 就一堆肉躺在床上 然后在当年认为绝世美女 你今天看你会觉得有吸引力 你不会 大家所以可见就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 那也比马杆有吸引力 这还别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啊 胖的历史比受益 受为美的历史长 长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古风呢 主要是保留在脑鲁 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 说也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讲了 全世界啊 最胖的七个国家 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 对 其中胖之最是脑鲁 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 都是大胖子 人一胖脑鲁以胖为美 这个还不 这种以胖为美 其实是他们很悲惨的 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人 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 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 不能说继承 是延续了我们社会 所有社会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 只不过很悲惨的是 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 因为你知道胖 我们常常说就是 马云刚刚说你吃东西容易胖 40多岁 或者说你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 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 这种基因是本来让你活命的基因 那所以你刚刚说 脑鲁那些国家就是这样 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有个特点 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 受美国影响 你看夏威夷就知道 吃那个饭 吃大量那种高脂肪 吃都受美国影响 高脂肪高淀粉 高盐粉 对吧 全吃那些玩意儿 他们吃的 他们过去的祖先 那日子多大好 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 出去打鱼什么的 然后一下子 就太难吃啊 吃这些 那能不胖成这样吗 所以我在想很多 你说中国的五零后啊 六零后 他们这个很胖 就是看到 而且就会中年发胖 是不是也是因为 这个饥饿的记忆 就像我是 看原来这个 莫洋 也是莫洋老师写 他想当作家 就是因为 他们同乡一个当作家的 三餐都能吃饺子 他觉得 当作家就有饺子吃 所以他现在也吃着 白白胖胖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胖胖 拿了奖之后 吃得更白白胖胖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 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我觉得是 你看中国人 坦白讲中国人跟饥饿 搏斗的历史可长了 中国人有饥饿基因 不是中国人 全世界 就人类能够在实物上 不去计较 美国人是两代人 我们就是一代人 我们父辈那一代 都得饿 放开吃 没有过 你知道就是 我有个体会 就是我在香港 因为做家务 顾不过来 就有一个 请了一个非用 那这个非用呢 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 做什么 他都得问我 这先生想吃什么 后来呢 就做了一个月 他就那个很纳闷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先生 我觉得呢 我在你们家很清闲 就是 你不吃东西 对 我以前在人家家里头 天天做鲍鱼 对 我就说 我那不吃 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 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 后来呢 不好意思了 对 后来他觉得很少做饭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 就说 你看 我们从这个菲律宾 跑到香港来 辛辛苦苦 去做这个这个费用 对吧 挣点钱 我们就是希望 不是 就想自己吃顿好的 想吃点好的 您呢 还是花钱雇我的 怎么您整天吃的 连我们都不如呢 不是 那还有一个问题 不吃呢 说那你每天 那么辛苦工作 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你没听过 他还有一个潜台词呢 你吃的不好 影响他吃 主人吃的越好 用人 你要炒盘青菜 人家想吃肉了 天天炒一包青菜 油道理 对不对 你啥也不做 人家天天就想着 来香港吃肉了 你一个大家族 天天摆宴 你剩的都是好东西嘛 你吃不光嘛 吃青菜 他只能吃汤了 两年不吃饭 第三天找一个素菜 那个 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 炖条鱼 老公署告你 虐待 没错 人费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 是吧 整天吃草啊 但是我就是说啊 这个你看 你看这就说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就是说 有些时候 容易像文道说的 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 这个歧视 就是说 其实它是有一个 基本的道理的 你就比如说 所谓富贵人 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 那 的确 他的那种自制力啊 其实是表现在啊 他有能力 或者有资源 或者有权力 来管理自己的时间 对 他们都说了 您得当老板的 您说什么时候开会 是您什么时候开会 我们这个打工的 我躺在床上 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 邦邦我就去 我的什么计划 对吧 而且你看 为什么我就说 说连意志力 可能都有 跟这个有关系 我到这个巴黎岛 巴黎岛 就去旅游 碰见那个 讲华语的那个 那个导游 他给我讲一个 你也是没想到的 他说 我们导游 不能跟导游结婚 导游跟导游结婚的 都离婚 在巴黎岛至少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一般都在旅游 忘记离婚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你看 他说我们白天 你这游客 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意 照照我们 没鼻子没眼就骂 我们都得笑点 夫妻俩都是这样 带了一天团 你知道晚上回家 就是说 意志力 也是个生理资源 有极限的 你白天透支了 太多的自控力 晚上一回家呀 他说没来由的 两口子 往往就是谁先来 突然就开始了 就是hold不住的 就要吵架 打架 完全忍不住 发泄 就专专发泄 所以往往一到旅游旺季 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 你你就可以显现 你用到这个减肥 他你你有这个心思 去自控 去去分配时间